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寺 洗碎的兒子在家裡幫忙煮飯切菜 媽媽用手機記錄兒子的生活大小事 同時也為他感到心疼 日前兒子利用手機交友app 偷拍妹妹洗澡 引發爭議 但媽媽是後在網路上解釋 哥哥是為了極讚領獎金 貼補家用 才會做出這種事 小心你的手指頭 不要在菜刀那邊 對切這樣子 母親在臉書PO文回應網友 常愧自己無法給兒女健全的家庭 害得小孩得為了討生活犯下大錯 他們曾經向社會局申請低收入戶補助 生活困苦打零工維生 生活環境差 他也向自己的兒女道歉 究竟他們家人經濟狀況 是不是真的很差 記者實際走訪他們的租屋處 但他們已經在今年年初搬走 房東氣著說 他們一家四口 欠下六個月以上的水電費跟房租 他們就急忙搬回南投埔里老家 到現在連電話都不接 有人表演主菜 有人表演彈鋼琴 交友APP透過直播 讓所有人認識你 卻也是因為利用他直虧個人隱私 引發各界議論 記者連家興取誠意 台中報導